《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好,欢迎来到这个星期二的《烈大夫中医教室》 很快我们踏入这个世界杯的总决赛 这个星期尾就会决定哪一个是王者之王 也很快我们的圣诞日子又来了 我想现在大家都希望在你的地区里 都感受到一些Christmas spirit 尤其是我和《烈大夫》 在这个西方民主世界的地方 这个自由世界里 本地人已经那些圣诞气氛 Christmas spirit浸到天灵盖 大家都开始做事,开始放门 而且面头都开始宽松 也都见到街角上多些人出来聚会 见朋友 买东西 市面并不是那些华文媒体 那些死的蠟肉 轮得你脚皮疙 李大夫 是吗 是啊 我之前从12月开始 经常下街 温度虽然很冷 即是零下五度至零度左右 今早都下雪 不过也都没有了 这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国家的人 那种对于 艾莲近晚的那种热情 所以整条街都是Christmas market 纵使地面还是濕濕濕濕濕 还有有些雪跡 但其实大家都还是很热情的 在酒吧里面 酒吧外面 全都拿走 原来看球 所以最近在英国 在加拿大 相信全部西方国家 气氛都百得之了 是啊 所以呢 刚刚来到英国 美国 加拿大的朋友 今年应该享受一个 很有富有冬日气氛的 才是圣诞节 不仅在香港里面 短奏短褲过圣诞 超哥就真是犯贱了 在香港里面 已经是 短褲 背心 是必肚 过圣诞节 他去到澳洲 哎 圣诞节都是热热的 哎 不不敢敢 超哥音气重些 阳气要多些 所以呢 在一些暖的地方 过圣诞节都是正路的 是啊 他需要多些热 要不像我们九阳神功互体 你也有十阳归一 哈哈 那就不同了 没错 没错 他那些什么 袁冰邪高的那些 哈哈哈哈 哦 袁冰二老 袁冰二老的那些 袁冰神像的阴毒太多了 超哥真的很阴毒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呢 我最近呢 其实我仍然都是 就这样一件衣裤 里面穿件衣服 我就出去 所以你刚刚 方便脱啊 在酒吧里面结析了一些异性 很方便就脱得了 不要太怕 是啊 这边大家呢 其实说真的 外国人呢 外国的朋友 不是很怕冷的 外面呢 家健是比较厚的外套 里面呢 女性呢 真的可以穿个衣裤 然后穿个衣裤 那样就可以出街了 就好像余家库关注组 他下身呢 就是这样 穿底褲加余家库 上面呢 穿个衣裤 然后外面加一件厚的外套 所以我们香港人呢 我现在见到 喂 很多香港的朋友啊 穿五六件衣裤 跟着再加乳勇 那就是如果大家 真的来到这里不适应 那我也是呼吁各位 天气觉得冷的 那其实就 补一下肾 做多些运动 增加多些 蛋白质的摄取 那这件事 都是对身体保暖很重要的 没错 那余家库里面 有没有底褲呢 那我就 不太清楚 那可能李大夫 你可能不清楚一点 那就是 目测呢 很多女生穿瑜伽 都是没有底褲狠的 那大家自己去探索了 OK 那 但是呢 也好 告诉大家 其实 这里的气氛都很厉害的 如果你穿到五六件衣裤 然后进去商场呢 你脱皮也脱不切 因为你很暖的 那 做开运动 那我现在也有打拳 那就是你说 去到冰天雪地下雪 那你说 我会不会去跑步呢 我就是 说真的 我真的有时 真的滴不皮心肝去跑了 的确是 如果你穿到这么少的衣服去跑步呢 不是说不行 但是你的脂肪 你的负荷就很重的 那我现在就打拳 那在我师傅的这个 呃 呃 呃 开了半队门 那他就弄着一个户外 大家出去那些 呃 那里面喝酒呢 那通常会出了一个户外暖炉的 那整个户外暖炉 那就暖一下 那我穿短褲 那他就打拳了 那打第一回合完 之后 没多久你已经开始 新 warm up 那接着就很舒服 就是但是冬天呢 大家都记住 一定要做运动的 就是不要穿到这么臃肿 就是穿到这么臃肿 你行动又很不方便 就是远观望呢 个个都好像那些 嘟嘟嘟嘟嘟嘟 那些机艾人那些 那些走的 那是挺搞笑的 Anyway 这些都是一时三一 改变不了的 我想现在一时三一 没有很多我们香港的朋友 就不像我们了 我看球 告诉你 我早上7点起床看 第一场 第二场 11点看 基本上完全 是影响到我没有什么 除非我晚上很晚睡 要很早起床睡得很少 但如果晚上12点钟睡 我都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让我起床看球 那列大夫 你也应该 看球不是很有问题吧 是啊 我们这边时间正 三点七点 三点七点 各一场 今晚呢 因为我们现在拍摄节目 就是英法大战 我们看到有成龙加持法国队 我们估计 希望英格兰 我身处英格兰 今年英格兰 能够拿到世界半半斤 首先扫走了 那些左交法国 那一陣子会下酒吧 一起喝酒 然后看球 很好气氛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 就是英格兰哭 大家垂头喪气 有很多女儿 需要位置的 那列大夫 就是希望你尽好 我们BNO国民的 这个本任 帮服务一些 英国中主角的 这些八组女性 OK 这个总任交给你 好了 赢球的时候 你也知道了 黄欣也大赦 是吧 高等的英国人 看到 哎呀 今天你妈妈大感价 抑你啊 力大夫 又祝你去狂欢 你又要做好身体了 就是 要不要再打两针 调养 敲个神气 哇 太好了 即是无论输和赢 列大夫都 挖成为最大赢家 就好像某些国家一样 哈哈哈哈 正经一点 你有很多女粉丝 就觉得你黏在我那里就学坏了 即是 又教你讲粗口 又厉害 又厉害 引导你啊 去拿这个方向 好了 正经一点 我们今天要讲讲 香港的盟友 顶了两三星期 对 挖耍看夜 看世界杯 通常会有什么 违政的 列大夫 香港现在温度很ok了 那就不用了suffer 这么冷的温度 但是始终 香港现在 那个酒吧文化 和那个饮食业 叫做开始 他们就陆续开放 那 所以呢 其实看世界杯 又怎么可以不下酒吧呢 怎么可以就这样躲在家 看不太开心 又怎么可以不打在哪里呢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啊 所以你看看 香港现在的防疫政策 开始叫做解封了 因为他们都 即是我们节目 讲都讲到口臭了 讲了两三年 同一个话题 已经在说 喂 普通的药流感 药感冒来的 那现在好了 那么 可能外围一些 外围经济情况 所以他都要解封了 但是无论如何 香港的朋友 始终很晚 大间抵夜 那肯定是关火性的 但是同一时间 那如果你好像刚刚鱷魚 那样说 一起打烤鱼 然后呢 晚上又再喝酒 一上火 反而眼屎多了 又导致干的功能不好 所以呢 我们讲 挨奸抵夜的时间 你尽量 即是你如果真的要吃东西 一边吃一边喝 我们都建议你 进食那些食物的类型 都不要太高的一些油脂类 我们可以吃些肉 吃些肉干 但是当然 都要看你们自己的脾胃功能 消化 行不行 如果不行的 你可能就只吃些菜 不要那么多的 烤鱼 因为始终炭水化合物 是一些通宵凌晨的时间 如果你吃太多 很肥的 同一时间 尤其是 现在香港其实都是比较暖 不过 其实呢 现在都开始回答冬天 可能有一些寒流冷风 可能都十几度 很多香港朋友 本身都比较怕冬 其实他都可能 未必顶到这样的温度 所以我们讲冬天 就是特别容易 有一些心脏病发 和一些血压高 导致一些中风的症状 所以无论地球表面里面 在哪个位置 那我们讲近尺度也好 或者北位近北極 近南極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说 保暖是重要的 但是在家里的时间 暖气 你可以开一点 但是家里 记住 只穿一件衣服 真的不要 你加了雨涌 出去 如果你家里是过分暖 所以你出去 你就要加四、五件衣服 我们讲温差的适应上 其实一个家庭 就是在英国的宅宅 我们通常 如果不开暖气 就会维持16、17度 有一些屋子的朋友 如果不开暖气 可能只有6至8度 这个温度 说真的 真的比较冷 所以我们建议 如果你们有恒温的暖气 其实我们建议是 大概18至20度 你不要让空间 过分暖 有些朋友怕冷 都是开到25度 像以前说的 开冷气的温度 其实如果外面是0度 或者好像加拿大近冬 有可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一出去那一刻 其实身体的毛孔 和你身体的温暖 那个暖力 那个调节能力 也会降低 每一天要做运动 而崖间底下要看球的时间 记住 你要卷住自己的颈 因为我们每年见到 在冬天中风的人 是非常多 原因是 可能他自己有动物足 让眼化问题 就是我们说的血管里面 山湿 山湿即是堵塞了的意思 它里面就有很多 坏的胆固层 就会聚绩 然后令到那条渠湿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是年纪大了 血压又高的 就会特别容易计发 爆血管的问题 所以冬天最重要的 保暖的地点就是脖子 其次 你有做运动好的 命清好自己心脑血管的功能之后 日间 如果你觉得真的很冷 你可以戴手套 可以都用暖包 很多香港人都这样做 但是我建议 大家都是修炼 可以变成老额和列大夫的九阳神功 如果你能够踏到九阳神功的地步 你就可以只穿衣服 穿衣服 然后就出去 就不需要再穿你的羽绒 因为其实说真的 穿羽绒 我自己以一个中医角度来说 如果你长期穿羽绒 你是有依赖性的 你会很难去令到自己的身体 去调节 适应这个世界的温度变化 纵使说 在未来三十年五十年 我估计地球的温度 就会开始改变的 会越来越热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和地池转变 和地族偏移有关 这个天文学 我们就不会讲 我们之后有缘分 我们会再讲这个课题 因为和中医是有关的 但是未来三五十年 温度是会越来越热的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 现在大家来到英国 看到零下几度 不用担心的了 其实我相信 十年后八年后 大家看回这个节目 到时去到英国 很多地方都开始不会再下雪 全球的暖化就会开始 所以我们说 现在这一刻 你冷了这几年 就可能没得冷了 所以大家先享受一下雪景 最重要的是自己做运动 加好自己的血气 不要搞自己涂墟的身体 其实很多问题 比如烟酒都会令你怕冷的 因为尼古丁 是会将你的血压降低 而你的血压降低的人 血气不运行 你就会发觉你的手动脚动 还有吃烟人 十个有九个都扬位 那没办法 因为这些是绝对影响血液运行 而影响你自己的整个身体的功能 没办法的 是啊 因为尼古丁 其实那时候 我们说大概七至十八世纪 在这个美洲发现了烟炎 接着就开始了 学一些印第安人和土著 他们开始试验 最初的时间 其实大家明白尼古丁 是会有种放松的作用 但是在现代医学的研究下 发现尼古丁其实有舒张血管 和放松的血管的作用 所以有些人就说 如果按照你的身体的重量 如果你的尼古丁 即我们说尼古丁的重量 其实吸收良癌 每天控制在几公斤里面 有可能潜在 对身体也好 但是这个是未得到证实的 我们始终觉得吸烟 始终危害健康 但是当然 在香港现在好像有些年纪小的朋友 是不准买烟 我觉得就比较奇怪 因为这个始终是自由世界 它就下一些禁令 不过如果对身体上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会导致羊胃呢 原因是它是舒张了血管 而导致大家明白海绵体 和国下的羊具 因为它的冠血和冠血 是需要吸很多血 如果你放松了血管之后 譬如我们说 本身是有一杯红酒 这么大的量 你的血管 本身是一个五蚊银那么大的 你理论上是维得进去 好了 尼古丁长期应用之后 它就会由五蚊银 变成四个五蚊银那么活 那你的那杯红酒 又是这么多血 它就下不了 所以你就软的 所以我们说 烟 这一样东西 始终是对男性 伸直器官 和你的鸿蜂在燕 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里面 有一个同事是不看咸片的 没可能 那个就是鸡猫俊 因为鸡猫俊 一看就会暈的了 这些血都落下了 不够血 就会暈的 哦 那没办法 因为鸡猫俊本身身体很毒 它是万毒神君 所以它已经浪费了很多好的气血 去它的身体的其他部位 尤其是吃得太多 所以它的组织是很需要营养的 所以它是去不了其他正常地方 但当然有意念有意图 但不代表有能力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如果是去治愈的 如果是吃得太多 跟着身体体型比较肥胖的朋友 真的要减肥 第二 减烟减酒 但不要全割掉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是很有趣的 看到如果有一些依附 有些衣服 有些上瘾的东西 如果你一下子戒 身体忽然间是难以适应 反而有些大病痛会出 所以我们建议 如果吃烟的朋友 你一天吃十支 你一个月就减一支 意思是下个月就吃每天九支 再下个月就每天吃八支 然后如此类推 然后减到盡量少的水平 吃烟如是 喝酒都如是 譬如我们见过很多外国朋友 现在认识一些外国朋友 一早起床然后喝啤酒 我自己虽然喝酒 但是我通常是下午两三点之后 然后开始浅尝 然后到晚上 如果去吃饭 约朋友 下酒吧 才开播 所以我们说生理时钟都重要 所以任何东西都适可而止 少少就可以移情 但一多就一定会伤心 哇 下午就开始 早上就开始喝啤酒 这家东西 我都觉得很难 能顶得住 即是你会见到 有时候 早上就有些地盘工人 你会见到 早上开工都 堆灌大啤的 真是离谱的 真的 是啊 其实很多外国的朋友 包括英国、德国这些地方 多 但我当时去过当时的俄罗斯 去过哈萨克 和中亚的一些不同国家 他们是有一些法例的 他们的禁酒令 其实除了一年多之外 是每一天 他要5点之后才有酒买的 是 他是不容许 下午5点之前 是给你买酒 所以呢 现在见到 在网络的营商世界上 有很多酒鬼朋友 在这类冬天的国家 其实他们都是全仓 全货 然后就一早 网络购物 然后买好一群 在那里 因为在5点之前 是没有酒买的 明白 好了 列大夫我也有说过 就是刚才你看 说你看 波崖坚底夜 香港的朋友 就是干火性 那据我了解 就是做了200多集的 列大夫中医教育室 干火性 就是影响 干是影响眼的 是不是 干火性的时候 你的视力 眼膠 容易发炎 就有机会 因为你的眼水 分泌少了 那些黏膜里面 就很容易 就真的冲不去 那些骚髒的东西 就被那些骚髒的东西 积聚在你的眼里 就令到你 就容易会发炎 这是第一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 干火 亦都会可能 令到你的牙肉 会肿胀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干火 亦都会影响到 腸热 就是那些 大便会硬正 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这三样东西 之外 还有什么迹象 会因为干火性 会有影响呢 这个是主要症状 但其实干火性 一般人觉得 你不是热气 喝啤酒 喝啤酒 鬼佬的梁茶 可以吗 其实不行 其实不行 因为啤酒 虽然是淮花 但大家要了解 我作为喝酒的专家 其实大家要了解 啤酒 不同的厂 用的不同的物料 用不同的水 用不同的物料 用不同的物料 它里面有很多成分 譬如 例如 Budmu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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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本身是下了米 有米的成分 譬如这边 饮开平价 英国啤酒 卡琳 这些类 它本身用的大物的比例是重的 那是真正朋友的 哦 那个 那我就没有研究 我之后研究完 整个list 放了工去哪里找的 哦 那些又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建议很有趣 黑啤白啤是有不同的做法 因为黑啤是炒过 所以我们不会特别是讲哪个牌子 其实应该是讲啤酒的种类 譬如现在有手工啤 有白啤 有黑啤 其实呢 通常是这样分的 俗称白啤 比较凉一点 那确实是 有点凉 但是不是真的可以称干火 黑啤呢 如果有胃痛的朋友 如果他真的想试喝酒 或者他真的看完球 很想继续一起砍一下 黑啤理论上 对胃的伤害没那么重 但是如果计干火的症状 其实刚刚我讲第二个症状 譬如牙肋肿痛 其实是胃火 但是为什么干火会引起胃火呢 因为我们讲干熟木 就胃熟土 皮胃熟土 如果干火过旺 就木能黑土 所以它就会导致胃的火 和代謝机能过旺 而导致身体的免疫能力下降 或者我们讲静气减低 但是其实干火的问题 是远不止于此的 所以大家不可以调以轻心 譬如以为喝杯凉茶就好 因为干火一定是会 absolutely 导致人的身体 有一种慢性发炎的倾向 如果你长期是处于一个干火状态 你的情绪 第一会不开心 或者很敏诊 第二就是原来你的身体会不其然 在一些不同的组织内臓器官 发炎倾向会多些 包括你损了的伤口 难好些 你好像感觉旺盛 但是原来是长期发炎 长期喉咙痛 眼干眼睫 或者计发一些细菌性的结果膜炎 包括以前所说的红眼症 细菌性的结果膜炎 这些发炎 其实是我们说很多无恙的 包括沙飞脂 都可能是干火问题 譬如有时扭了脚之后 如果它是干火旺的底 它能够康复的幅度 可能是会低一点 所以我们说 不是限于什么辩证的形态 而是重点就是 你那一刻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你那个地方 和那个天气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中医来说 叫天人合一 我们需要在乎于 那个人发病的时间 包括春夏秋冬 发病的位置 他处居的位置 究竟是天气冷 干燥 等等 所以这些全部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需要謹慎 去这样分辨每一个人 和他的体质 那我们就可以认识的 所以一条荒是不可以适合全世界的人去吃的 是的 即是好像莲花青蛙 即是现在出了底褲 那些东西 即是你 即是我宁愿去买鸡跑妹那条 刚刚一万五千台 因为五千台很便宜 除了四都是五叉 是的 他说花了 所以便宜了 不花就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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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说 没有可能一田方下天牛 即是棉花青蛙鱼子 一些 譬如以前一些古方 我们经常说的 安公牛王鱼子 你怎么能够有一个人 可以完全适合一种治疗方法 这是不可能的 不同人的体质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发病的时间 都会有一个改变的因素 那更何况 你的武汉肺炎 我的武汉肺炎的症状都不同 那怎么能够用一个方法来医呢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 明白 好了 我们还有点时间 谈谈肝 很多朋友都曾经试过有肝病 李大夫 你觉得香港人的肝病 有两种 有甲型肝炎 和这个月型肝炎 月型肝炎 月型肝炎就是吃菜野中椒 香港人的肝病 你接触过的 是哪一个的情况 会比较多些呢 其实月型肝炎多很多 但是我要说一说 甲型月型 其实还有丙型 就是ABC 但是我们说 通常是用一些 未经煮食的甲殼和海鲜 就容易有甲型肝炎 但也根据 其實由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之後 現在大家記得那個廣告 煲著煙,然後大排檔那個 炒大腸、炒食物 路邊、街邊的小食 很滋味的 但其實革命肝炎就特別容易 是一些清洗不乾淨 那類的大排檔 其實會不會在冬天的情況多 還是夏天的情況多呢? 這個跟季節無關的 這個跟公共衛生有關的 譬如香港近幾十年是做得好的 做得好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食物管制 它本身都是... 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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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是完全煎煮和完全熟悉的食物 所以夾營是很少的 但月營其實是一種遺傳性的問題 月營肝炎呢 它最糟糕的情況是可以導致肝癌的 因為它會一步步令肝癌出現眼化症狀 然後就暴入肝癌 所以月營肝炎呢 我們經常都是說 除了有機會導致肝細胞的基因突變 是原因是吃了一些過期食物 也都是跟黃曲梅素有關 就是配例 有一些藥材譜 它們生意不太好 接著就買了很多紅棗 那麼順口呢 接著呢 紅棗放得久 接著放在倉裡面 接著就會吐了一些黃曲梅素 其實除了紅棗 紅棗 其實還有很多類型的乾貨 或者一些水果 如果是變壞了 它都會生出黃曲梅素 所以我們說 大家進食的時候 要小心 其次月營肝炎的抗體抗原 它是有機會會遺傳下去下一代 所以我們說 有很多BB 有些小朋友 它先天都會有月營肝炎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的 那其實呢 你說可不可以避免呢 現在其實有一些 甲型和月營肝炎的針 那類就是類似疫苗類型的 說真的 其實大家都 應該大部分人都有接種 其實在香港當年七十年 八十年代的時間 有些不同的疫苗政策 不過我們說 最重要就是 如果縱使你是一個月乾的帶菌者 都不需要很擔心 最重要是 不可以熬夜 所以又回歸我們今集 這個世界盃的話題 熬夜對於乾細胞是非常轉傷 第二就是不可以喝酒 即不可以像我這樣 其三就是 飲食進食 盡量不要吃 那個蛋白質都要計算 不可以過高 因為在乾的細胞上面 它有很多的M散 它是會幫助分解和消化 如果長期是進食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因為肝臟功能失去了之後 現在最新的研究 它會對胰腺和膽都會有影響 所以導致它可能有其他問題 包括三浦的腎都會出問題 所謂牽一髮 凡全身 順望齒寒 肝膽相照 所以我們說 人的身體是永遠領級的 如果是真的有這類肝炎的情況 及早找醫生 看著 看著 看著情況 每年可以做一些身體檢查 檢查肝酵素 你的肝臟的細胞 會不會已經凋亡 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 就要驚慑自己的生活飲食 而同一時間可以找回醫生和醫師 去做一些治療 中醫是否藥材來講 雞骨草是對肝有幫助的呢? 其實雞骨草是促清肝火 但其實它對肝臟細胞的修補 不是真的很好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韓國在近這十多年 很多那些什麼保啊 什麼肝啊 那些藥 其實他們是經過 漢方和航醫的科學認證 其實有幾種藥物 都是我們中醫 香港的醫師都會用的 第一種是積聚子 積聚子是一種果實的藥物來的 它對於肝臟是有修補作用 所以它對於肝酵素高是有肝臟 第二就是最出名的人心 其實都有肝臟 第三呢 有一種也是韓國行醫研究 叫做珍珠草 其實這一類的草藥呢 全部都能夠降低肝酵素 保護肝臟 所以這些都是大自然給予我們的貴補 OK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們再回來第二節的 迪大夫中醫教室 大家再聊一聊 中國這個放寬 現在就是新十條 我們聊一聊這個 真放寬 還是假放寬 我們聊一聊 蓮花青粉膠囊 用這個底褲上有沒有幫助 好 一會見